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才华骚的不正经的小说家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见来》中 陈篇的人设很有意思 既不是什么烂大街的废柴流 也不是开具无敌的天才流 说起来陈篇不管是天赋 运气背景 都只能算中规中矩 说不上有多差 但是也没多好 但就是这样的陈篇 就让书迷们感觉更贴近现实生活 一开始的陈篇可以说是一个穷小子 小的时候想吃一串糖葫芦 但是因为家里穷没敢买 那为什么穷小子陈篇 却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喜欢她呢 从小说刚开始就现在 已经有宁瑶 阮秀 李宝平 燕青 隋右边等人被陈篇吸引 这些小姐姐不管是颜值 还是实力背景都很不错 可是为什么她们都喜欢 穷小子陈篇呢 对此书迷们表示 或许是闷骚惹的货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闷骚 陈篇看着挺老实的一个男孩 但实际上是很闷骚的 当初其他人都管剑铃叫老剑条 唯独陈篇的嘴巴跟抹了蜜似的 天天地叫了声剑铃姐姐 这难道不是闷骚的体现吗 除了闷骚 陈篇还有很强大的人格魅力 从现在落魄山的强者就能看得出来 像阿良 文圣 剑气长城强者 陈篇从一个逆平少年成长到现在 光靠闷骚肯定是不够的 毕竟俗话说得好 有实力的闷骚叫闷骚 没实力的闷骚叫做妖 陈篇的话多 但是他一直在努力 或许一个普通少年通过自己的努力 走上人生巅峰 这才是书迷喜欢真偏 喜欢剑来的原因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